基隆市霸梁行動今天正式開跑 一大早就有不少市民 來到站點投地連署書 週末假期期了大早 基隆市民頂著寒風 特地來到連署站 全為了公民團體發起的柴梁行動 東岸這件事情真的是 有點欺人太深了 基隆市民的權利跟保障才是 是你這個市長應該 為我們基隆市援助的 大家給你的承諾是四年 但是你這樣亂捕 我不能 我覺得不行 不止近期 東岸廣場爭議稍不停 宣前推動電動機車補助 也被質疑看得到吃不到 新仇就恨基隆市民一起算總賬 這回一階段罷免門檻 得達到2022年市長選舉的1% 也就是3080人 不過為了保險起見 公民團體則以3500份當目標 我從一開始就不贊成所謂的罷免 不管是罷免藍還是罷免綠 因為我認為除了這個是浪費社會資源之外 另一方面也只是一個政治操作 自己也是基隆人 其實我相信還有包括我自己 對於自己的市長被公民來發動罷免 我覺得這並不是一個光榮的事情 市府僅低調回應一切以市政優先 不過藍營基層 國民黨基隆市黨部主委吳國勝反槍 只要謝國良遭到罷免 黨部將鎖定議長童子委 擠出反制 罷免是公民的一個權利 這是我們的法律所賦予的一個權利 但是如果把它拿來變成是 政治上的惡鬥 鬥爭的一個手段 我覺得就不可取 拆糧風波迎面而來 進而引爆基隆內朝野戰火 靜新聞黃強 郭彥廷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